各位朋友,顶尖会你们好,刚才师班长介绍我,我的见证,我的故事,惊涂蟹浪,其实不用怕,因为有主耶稣,他就平静风浪,很不同的人生。 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回大陆,因为现在交通很方便,有没有人还没回大陆?没有了,话说有一个美国人, 他来到中国旅行,他在路上走着走着,一个不小心跌了一条,那些工人在挖着电线坑那里,突然跌了下去,然后爬上来,然后他就很生气,对那个导游这样说,他说在我们美国危险的地方,总是会插一支红旗在那里,提醒我们的, 你们中国就没有了,令到我跌了下去,你知道美国人很大美国的嘛,现在你看看电视你就知道,他的总统经常都是这样的,那这个中国导游很淡定地搭去,他说这里啊,在国内危险的地方,周围都有啦,你看看那些食品,那些动车,那些大桥,那些电梯,周围都危险的, 哪里有那么多旗来插啊,所以呢,我们只是在海关那里插红旗就算了,你进来的时间没有看到吗,是的,提醒了这个美国人,根本人生危险的地方,周围都有啦,哪里提醒你这么多, 自己执生啊,我们很多时候,受了保护,我们在平安里面不知道,但是,在风调雨顺的时间,我们都会觉得我们人生不满足,人生不理想, 今天跟大家看回圣经里面一个故事,一个夫妻档的故事,这里在《创世纪》16章1到16节,它讲及一对夫妻,你看他们的对话是怎样,一起读啦, 阿伯南的妻子,萨莱,萨莱有一个婢女,是埃及人,名劫下格,萨莱对阿伯南说, 好了,以后话使我不能生育,你来和我的婢女同放,也许我可容得孩子,阿伯南听从了萨莱的华,于是阿伯南的妻子萨莱,把她的婢女,埃及人下格,吸了丈夫为妾,那时阿伯南在加南已经住了十年,阿伯南与下格同放, 阿伯南就怀了人,她看见自己有人,就轻看她的女主人,萨莱对阿伯南说,我因你受了委屈,我把我的婢女放在你怀中,她见自己怀了人,就轻视我,愿意而华在你我之间判断,阿伯南对萨莱说,好了,婢女在你手里, 你可以照你捍卫好的对待她,萨莱若待她,她就从萨莱面前逃跑了, 萨莱的婢女在抗野的水泉旁,在书书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下格,萨莱的婢女下格,你从那女来,那女去,她说,我从我的女主人萨莱面前逃出来, 萨莱,是者对她说,你要回到你的女主人那女,屈服在她手下, 萨莱的是者对她说,我必使你的后居多得不可纯属, 萨莱的是者又对她说,哈纳,你以怀人,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以实马利 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 他为你必让耶路 他的手要攻打人 人的手也要攻打他 他必常与他的众弟兄作对 下甲就称那向他说话的耶和华为 你是看见的神 他看见了我以后 我还能在这里看见他吗 所以这井名叫比尔拉来 看来他位于加勒斯和巴列的中间 后来下甲为亚伯兰生了一个乙子 亚伯兰给亚伯兰生的乙子 起名叫以实马利 下甲为亚伯兰生以实马利的时候 亚伯兰年八十六岁 我们看到八十六岁都还可以生孩子 我们回去真的要好好地准备 神容许可以生就可以生 但是这里这对夫妻 今天读了一个经文 是说到他们心急 阿巴兰的妻姨 萨莱 没有为他生孩子 第一节那里 他有一个埃及人的鼻里下甲 他就心急对丈夫说 萨莱对丈夫说 看看 耶尔说使我不能生育 就叫丈夫和他的婢女同房 为了来到有后 让婢女看看有没有机会和丈夫生孩子 那么这个阿巴兰就听了太太的话 就和他的婢女幼了 令到这个埃及人下甲 幼了身体 那时候阿巴兰在加南那里住了十年了 七十几岁入到去 已经去到八十几岁了 那么你看到这个家庭 为什么自己两夫妻没得生 那么大压力 要丈夫和自己一个婢女 来生个弟弟呢 因为当时那些犹太人 他们的信念就是 有儿女才是神赐福 如果生不到呢 就是一个就座 所以做手脚 都要有个后代 我们中国人 旧的家风都是这么说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但是如果你认识圣经 认识上帝 他在我们生而养类里面 那个计划就不是这么看 他是容养我们能够来到世上 他就给我们来到世上 你试想一下 我们出世 是不是我们持续的呢 不是嘛 是我们父母 相好 就生我们 也都不是嘛 很多人 婚姻很和睦 很相爱 但是上帝说 他们不适宜有儿女 就没有给他生 不是真的 草到太太就一定有儿女的嘛 是上帝的心意 当你明白了这样 你的人生就轻散 但是当时 他们心急 其实 亚伯兰 他想这些这样的招 帮丈夫 帮家庭 解决 有后代的手法 合不合神的心意 神啊 在圣经的前面那里 已经说了 神是答应 阿伯兰会有儿子的 而且神在 这个创世纪前面 十五章二到四节 强调过给他知道 他说 你本身所生的 才成为你的后子 你本身所生的 就是你和太太所生的 就是 就是你们不要想 你还不想 经文那里说 阿伯兰说 主啊 耶稣说 我还没有儿子 你能似我什么呢 年纪大了都没有小孩 难道承受我家业 那个是大马士甲人 以利以者 他有个很忠心的管家 他以为以利以者 那边 那些儿子就成为 接管的家产 承受他的福气的人 他自己没得生 那阿伯兰又再说 看看 你没有给我后事 你看 那生在我家里面中的人 要继承我了 但是圣经说 看下耶和华的话 又临到他了 对阿伯兰说 这人不是会继承你 你本身所生的 才会继承你 神很清楚 我跟他说 于是耶和华说 怕他听了都不明白 带他到外面说 你向天观看 我过头看看 去数一下星星 你能数算清楚吗 又对他说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神佛兰计 神佛兰计说了几次 叫他不要心急 我会给后代给你 但是恩着 他们等不了 十年过去 自己都年纪大了 七八十岁的人 怎样生啊 所以他太太 杀来就想了条 不如找个僻女 帮自己丈夫 生回过 这样说 那就不合神的心意 他没有耐心 等候神 神亲自和他说了 所以他生出来 这个下盖 生出来的儿子 这一族人 和他的家人 往后是家畜屋蔽 甚至产生家暴 因为婚姻 上帝设立的是 一夫一妻 一男一女 一生一世 不要想其他的方法 有没有儿女 在神的手里 不要自己将这件事 放在心 免得 可以的是我们骄傲 不行的是我们戏女 这样的人生不开心 但是让神去 做决定呢 我们就顺势而行 就最好了 因为 有没有儿女 不是羞恥的 在创世纪那里 当阿当夏娃 他们成为夫妻之后 神怎么说呢 他说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结合 以人成为一体 当时怎么说 当时夫妻二人 赤身露体 并不觉得羞恥 赤身露体 即是暂时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都不用羞恥 有生命 有婚姻关系就够了 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心意 不是有儿有女 这样子 那是荣耀 没有儿 没有女 就是羞恥 很多时候 我们做人 很多时候都用了自己的方法 特别像我自己 当时我二十二岁来到香港 在越南偷渡来香港 知道做人要勤奋 我就晚上去读了几年大学 日头做着个装修 维持了自己的生活之后 毕业了 四年后我就去了建筑公司 做工程师 很快我就升职 很快我就做了部门主管 接着我就不打工 出来开自己的建筑公司 也都很快 赚到自己足够的钱 买楼 当时买楼是不用分期 买多一层收租 一层自己用 不知道社会艰难 就是因为这么顺境 我不会想到上帝 当我这么做的事的时候 有个老板 他就知道了我的能力 他就招揽了我 进去的集团那里 来帮他打仗 起楼 由一单两单工程做起 做得好了 交给我 继续 增加我和他的来往关系 生意额 最后呢 我在七年里面 他整个集团 都是找我公司 帮他打仗 包起公司来做 他也包起我来用 所以不愁生意 但是当我做得很久的时间 我就有很多收钱的尾数 择在他那里 成千万 36岁左右 已经被他择了成千万 我自己也都在 街上欠人几百万 很辛苦的人生 一路都不给你应赚的钱 然后继续要你帮他开工 因为他已经包起了你公司 你不做不行 做工程有风险 做得不好 引起沉降 自己是要上身 你看看 沙中线 就是为了 做地基 有些沉降 几多大粒子都要下台 很多人要交代 要停工 要检查 这个就是做地基的风险 风险承载了 钱又赚不到 人生不开心 不止赚不到钱 赚到钱拿不回 自己还欠人一身债 怎么可以翻身呢 当时的我 没有上帝 我很绝望 想着这小子都很难翻身了 我曾经消极到 铐鱼的车 在屯门公路那里 踩尽油 想着追到哪个车就撞 死了就算数 逃避 因为人生已经不光彩 我选择我的方法 我忘记了 当时我已经结婚七年 太太和两个子女 在家里面 那些子女都是六岁四岁 神连问我 当我踩尽油的时间 光天化日 他让我看到太太和两个子女 在山边 妈妈拖着两个子女 站在山边 好像等车那样望着我 我突然间见到这个景象 我以猛然醒觉 不死得了 一会儿死了 他们就变成孤儿寡婦 很凄凉的 现在是没钱 我是一身债 不可以令他们孤儿寡婦 我就收回油 飙了汗 后期 过了两个月 我想着想着 为什么累到自己的鸡毛鸭血 谁让我这样呢 我以为赚了钱 楼子都拿去按摩了 为什么搞到我一身债呢 都是那个集团的老板 那不如我拿把刀去 打架他 和他同归于尽 最多自己去坐牢 就想起这些 这样报仇的心 找条出路给自己 很危险的人生 我不认识上帝 但是上帝找我 他连吻我 有一天 我也是帮他 在荃湾一个地盘 逼我开工 打仗 在那天打第一条仗之后 那个政府工程师 跟他吃饭的时间 他就跟我讲福音 他说有上帝的 你认不认识 有耶稣基督 他很了解我们 他肯承担我们的罪业 他是救我们的 我听完 我都打个冷震 这个世界好人死了 人和人之间 仅仅有利用人的 谁叫你愚蠢 你就会被人摘这么多素 谁叫你不够醒目 就会被人利用 还有上帝会爱我们的吗 但是恩着他是 看我们工程的政府官员 我都懂得给他面子 那我就给他面子 没有拒绝他 给他鼓励之下 在几个月内 我就去了写字楼 每个星期都看圣经 出之他就带了我信耶稣 教我祈祷 他不知道我那么艰难 但他只是想将耶稣 告诉我 那我就给他面子 我就祈祷接受了主 最重要的 我看到他们 这帮官员都有困难 但是可以祈祷之后 他的心有平安 我就是需要那份平安 我自己勤力 足够 聪明有 技术有 但是内心 没有平安 在一条挖头巷里面 我没得回头 如果有上帝的 我向上望 我便有个出路 我就接受了耶稣 接着上帝就行他的神迹 带着我回教会之后 我就听到牧师讲道 他说不可杀人 原来这个是十戒里面的一个戒命 他说身冤在我 我必报应 是神讲的 你们不要自己的身冤 当时我当然不想自己动手 我就祈祷 求神帮我收回那千万回来 当我求了这个神 心里面有平安 因为我的重担交托了 等神出手 我继续帮他做工程 做多几年 最终在某个原因之下 他失了钟 到今天都找不到 那千万他都没有给我 但是神好奇妙 没有人再逼我做工程之后 他又兴起一个大的地产商 买一块大的地皮 找人打仗 他又找着我 是其中一个落标的 又被我中到标 价钱合理 工期短 我就在那里顺利 风条雨顺 挖泥 没有难度 起了货 拿奖金 也有几百万 还一些债 他拖我的数 上帝 相配地给我 神的恩典 我就执回一条命 我亦都不用犯罪去坐牢 神是很信实 他两句经文说了出来 他就可以成就 就因为当时我肯投靠他 我没有用我自己的主意去做我的人生 看回刚才读的经文 这对夫妇就不是这样了 上帝本来答应过他 说他们将会有很多的疑虑 但他们不能等 就用自己的方法 出之搞到家床屋蔽了 譬如要有一身体也好 就被主妇赶走了 因为他有了身体 他就对家母就不尊重了 因为自己将来会为这个家庭留到后了 人就是这样了 家族屋蔽之后 这对夫妇之前选择错了 找个疲女来为自己生孩子 坐一遍 现在人在座就是恩将拗叫了 这个阿伯兰这个丈夫 就容让太太 将这个疲女 有身体的疲女来 赶去走 离开家庭 让她无路可走 出去之后来承受缺乏孤单 是很狠的心 一坐再坐 但是神怎样呢 神有怜悯 神没有容让她 被人扛了出来之后 是一个受害者 被人利用完了 就受害 神一样看顾她 看顾她 因为我们的神是怜悯人的神 她看到我们的需要 看到我们的绝境 她就出手 你看看这个经文怎么说 第七节那里 她说 耶路华的使者 在抗野的水旁边 就是在书雨的路上 的水泉旁边 见到下甲 不是下甲见到神先 神就先见到她的苦情 被主父赶了出来 大月的肚 几艰难 就对她说 杀来的婢女下甲 你从哪里来啊 问一下她 要到哪里去啊 这个是出于关心 她就说 我从我的女主人 杀来面前逃出来 逃出来啊 本来不是被人 简选入局的 现在有了身体 人家就妒忌了 赶她走 耶路华的使者 就对她说 你要回到你的女主人那里 屈服 在她的手下 耶路华的使者 对她说 我必使你的后裔 极其繁多 多到不可胜数 神叫她回回去 忍一下气啦 既然是婢女 就回回去 继续在家里面 你将来都会 很多儿女的 这样来祝福她 耶路华的使者 又对她说 看下你以怀人 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 给她起名叫以实玛利 因为耶路华 听见了你的苦楚 神 帮她的儿子也起了名 名的意思叫做以实玛利 就是表示 神知道你的痛苦 你受屈辱 被人利用 利用完又踢走 那种的凄凉 在我们人生里面 在我们人生里面 很多的情景 在工作里面 在人际关系 有时候我们都会 落在这个境况 我们又 怎么过呢 但是如果你 认识上帝 知道神 是看着你的时间 你不用绝望 祂知道 我们的艰难 所以下甲见到神 这样跟祂说 祂就称 那个向祂说话的耶路华 是什么 你是看见的神 在第十三节那里 刚才你们读的经文 因为祂说 祂看见了我以后 我还能在这里 看见祂吗 祂说 神看到我了 将来我是不是 再见到祂啊 祂领受了神的恩情 接受了神 看顾祂的人生 后来下甲 真是为亚伯兰 生了一个儿子 亚伯兰 给亚伯兰 生的儿子 就起名叫 以实玛利 就是 意思是 耶路华 见了你的苦楚 这样的意思 名字是有意思的 下甲为亚伯兰 生以实玛利的时候 亚伯兰 多少岁啊 86岁 确确实实 真是 彭基尔 生了一个儿子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夫妻 这样对待一个婢女 这个主母 她失信 反口腹舌 但是神没有失信 神都是会 恩着她 守约 施慈爱的 圣情 她继续看顾 这个孤儿寡妇 是神找回她 她被人赶了出来 多凄凉 但是神找回她 在我信了主之后 生命改变了 有回教会的习惯 两个儿子 一路一路在教会里面 有主日学 有导师的教导 一路成长 直到 九零年 太太 突然间跟我说 有一身 我说不是吗 第三个 她说是呀 出之 第三个儿子 就在九零年 九月几出生 她出生 见到的父母 已经是一个基督徒的父母 有教会生活的父母 她再不看到 以前 我 一言堂的爸爸 以前的我 不认识上帝 做什么都要自己 独断独行 神念吟 让这个第三个儿子 出了来 她就 享受到 家里面 父母是基督徒 那种的幸福 和睦 她25岁就结婚 结婚之后 我们想想 她在加拿大 在那儿读书 在那儿落脚 结婚之后 我和太太 当然希望 她生回 那些子女 因为哥 又生了三个 卡车又生了三个 但是我们 因为信了主 我不会给压力 给这个 拉仔 我们在旁边 祈祷 谁知道 结婚第一年 打电话给我们 她说 我们收养了一只大狗 都是动物 都是要吃饭 不是我们想要 到了第二年 又打电话给我们 我们看到一只狗 很可怜 又收养多一只 两只 那你怎么照顾得来 那第三只 是什么呢 会不会生小孩呢 我和太太祈祷 求神的旨意成就 我们没有给压力 因为我们深知道 生而养类 在神的手上 在去年 父亲节之前两天 个儿子 和我媳妇 打电话给我们 约我们 为他们祈祷 在Skype那里 祷告 以为有什么呢 是不是又领养第三只 原来他说 爸妈 我们结婚第三年了 想有小孩 我说 正中下坏 你要的 我为你祈祷 我们在Skype那里 为子女 特别为这个儿子 和申报祷告 所以那天 我说父亲节 在去年 我特别觉得 自己像个父亲 因为儿子 叫我为祈祷 他想生而养类 很感谢神 那么在今年 今年的八月中 将会是第七个孙子出生 神的恩典 没有压力之下 在神的应许里面 让他生而养类 是不是很轻散 是不是不用 父母和子女之间 有这个不必要的压力 因为我学了这个功课 阿伯兰和撒内 他们心急 家庭又不和睦 但是你将 这些这么重要的东西 交给上帝 你就享受到 那份平安 昔日的神 去看顾 阿伯兰 和撒内 这个家庭 纵使他们做错事 神都有怜悯 那个婢女 一样得到神的看顾 在自己 八六八七年 最艰难的时候 然后几乎家散人亡的时候 神又介入 透过基督徒 和我传福音 带了我信主 后期 那个工程师 已知道 我这么艰难 因为他请我去 教会讲得救见证 他听了之后 他都吓吓 他说我当时 真的以为你是一个 不错的老板 在广九新界 数了也有十几二十个工地 在开工 以为你很兴旺 我真的不想到 那次 你就准备了结你的人生 甚至去和那个人 同归于尽 我只不过 凭着上帝 给我的感动 和你传福音 我说是呀 你不知道我的苦情 上帝知道 就派你来 和我讲福音 就救了我的家 不止救了我 怎么可以说救了我的家呢 因为当年 我失败的时候 我很颓废 本来是一个上进的青年 读夜校都爬到上来 有自己的公司 有自己的家庭 他就知道我经常收不到资料 人家追他资料 他又反映给我听 我们两夫妇 天天都是为了 收不收到钱 有人追资 经常都是说这些东西 我当时 我当时抬不起头 想逃避 就是在这样的心情里面 一个旧的女朋友 突然间又找回我 想和我来往 我这个虚荣心就来了 在太太面前抬起头 名利都没有了 以为在这个旧女朋友面前 我只是带她看看我这么多 建筑地盘 不要让她知道自己一身债 那就可以抬起头 虚荣心 有时都令到我们犯罪 几个月后被太太知道了 就要我离婚 我当时都很深压 我以为 那你要求 那便离婚 如果你接纳到 家里多个人 多只手帮忙 有什么不妥呢 这个就是我的价值观 对婚姻看错了 几乎要签纸的时候 感谢神 教会的弟兄姊妹 见我经常都不见了人 在教会不见到我 经常call我 call到我爆机 那我有一次 我就好了 回到教会 平平安坐在那 让你们看到我的样子 就知道我平安 就没什么了 不用再担心 想不到我那次 回到教会 就听到 牧师讲到 他那段时间是讲十戒 跟着讲到 包杀人 隔离那一戒 是不可奸入 他解释 原来夫妻 是一男一女 一生一世 一夫一妻 除了太太之外 除了丈夫之外 那些异性的朋友 如果有关系 密切的 发生关系的 更加是神不容许 是犯了奸入 我当时 我当时仿然大悟 只看到自己 原来这么多罪污在身 自己一言堂 做事什么都一意孤行 硬颈 想做什么就做 想放弃生命 自己都没有 跟太太商量 想跟别人同归于尽 太太都不知道 今天有个异性朋友 找到又想说 弃炮的家庭 去跟另外一个 一走了之 看到自己的污蔚 在那天 牧师为我祈祷 我就悔改 痛哭流体 牧师说 你要回转 回到你的家 神给你的家 然后就有祝福 所以我那天 就认罪悔改之后 我回到家 太太给回一个机会 我下最大的决心 斩断了 那些所谓婚外情 那些不是祝福的 成了恩典 所以我第三个儿子 可以在 九零年出生 我八七年 信了主 八九年受洗 他就九零年 这个儿子出生 所以 鼎姊妹 我们的神 祂救的 不是只是救 昔日的 阿伯蘭这个 婚姻家庭 祂也不只是救我 祂在上面观看世人的时间 祂知道我们 大家的心里面 家庭里面 工作环境里面 就算在读书的 有多艰难 你的祭遇 甚至有多坎坷 或者被人 屈枉正直 你心里面 不不平安 想报复 但是 神知道 要今天将大家带在一起 在祂的家里面 来听祂的救恩 是有祂的爱 的彰显在 所以请大家 低头 让我们安静在 神的面前 我们思想下 我们思想下 这个神 既然圣经说 祂是 昔在 金在 永在的神 祂当日救得 这对年长的夫妇 做错事都原谅祂 给他 给他一个机会 给他 他昔日 救得 我 这个小子 能够度过难关 给他一个家庭 给他一个幸福 给他 他今天 是继续 要拯救 愿意相信 他的人 我们信耶稣 就好像我们在 泳池游泳 当我们根皮力尽的时间 但看不到哪里是岸 哪里是池边 但是救生员出现了 丢个水泡 我们只要举手 水泡 被我们挖住 上帝就拯救我们 我们就可以 透气 埋回岸 重新的得力 而且 祂救我们 不仅止祂的爱 那是透过祂的主耶稣 祂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 在世上活着的时候 祂宣告 祂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来死 当我们信靠那个时间 祂赏免我们的罪 让我们恩着信主 又赐个永生给我们 赐我们在地上活着 有平安 有盼望 有喜乐 在困境里面 有出路 在这里 我很乐意 将这个神的救恩 跟大家宣讲之后 愿意你们都像我一样 得着这份救恩 有哪个朋友 愿意让耶稣基督 来帮助你 请你举一手 让我们看到 我们会为你祈祷 我们看到 有姊妹举手 看到那边有只手 我们还有其他男士们 年轻的小伙子 在你的困难里面 你让神来帮你的时候 你只要举一只手 神的救恩 即是临到 父母可能不明白我们 我看到有一手举起 兄长可能不明白我们 甚至公司 可能在工作上打压我们 但是神 祂说 我会为你预备一条出路 祂是爱我们 怜悯我们一生 有没有朋友 今天 就是让神去爱你呢 让耶稣去打救你呢 拯救你脱离这个困境呢 请你举一只手 让我看到 我们会为你祈祷 我看到 有姊妹 看到有两只手 感谢神 昔日 我在荃湾打仗那天 就是我最后那天 如果当日 打完那条仗 我就回去收货 祂不给钱我 我就决定 那天就搞定它 但是神 祂适切的 就在那一刻 工程师就跟我讲福音 有时 我们真的不能等 离开了这里 我们明天是怎么都不知道 但是救恩就是这么奇妙 祂找我们的时间 我们要把握 水泡抛到来 我们要举手 愿意上帝所爱的顶姊妹 我们是亲戚朋友 在这里 我希望你们 未信主的 都好像我一样得了这份救恩 我在这里再呼吁 请问未信主的朋友 你们举一只手 让上帝看到 有没有哪一位呢 希望你们都得着救恩 我看到有位姐妹 又举手 有没有男士 上帝都很爱你 看到有位 跟我那么少一岁数 年轻的十年 举了手 上帝恩代理 我信了主之后 我将这个 这么好的救恩 跟我父母宣讲 我有十三兄弟姐妹 感谢神 他们全部都归信耶稣基督 我作为大仔的 我就是 怎么报答父母呢 就是将这份救恩 告诉他们 你们都可以 你们信了主之后 就将福气 带到你的家里面 我再呼吁一处 有哪一位 在这一分钟 愿意让上帝的爱爱 请你举手 给我们看到 有没有哪一位 把握机会 有没有 好 我们一起低头 为你们刚才举手的朋友 来祷告 你祷告的时候 我祷告的时候 我慢慢讲 你们举了手的 你可以 在你的位置 小声讲 让自己听到 上帝听到 你的心声 我慢慢讲 有十几句的话 就是你的愿意 好 亲爱的天父上帝 请你们跟着讲 我今天愿意接受 耶稣基督 成为我的主 成为我的神 帮助我 我知道 神是了解我 祂爱我 所以赐下救恩给我 我信了耶稣之后 耶稣 答应 赐给我有永生 又赐免了我的罪 我愿意一生 跟随着耶稣 承认主耶稣 是我独一的神 唯一的主 我感谢耶稣 听我的祈祷 以上我的祈祷 是诚心所愿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祝福大家 刚才有祷告的 圣灵 已经在你的心里面动工 就好像我昔日 87岁的时间 这个1987年的时间 37岁那一年 我做了这个祈祷 我今年都未到七十 68岁 祝福大家 明天 我们下来了 彼此 不知道 别转iral 我们下来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